大家好,我是酷子 如你所见,我现在是一只老鼠 问我叼着花干什么? 别看我这样 我也是一只十几的成年鼠了 是时候做一些成年鼠该做的事情了 嘿嘿,求我这种事情 肯定要有个定情信物是不是? 小白鼠,小白鼠 啊,可爱的美 大家好,我是酷子的按摩 今天咱们来看看这款游戏 老鼠模拟器 一款刺激的模拟游戏 有多刺激 哎呦,提升等级之后还有机会谈恋爱 还能结婚生小孩 这年头老鼠都过得这么滋润了吗? 废话不多说,咱们点击进入游戏 好的,我们来到游戏署见面 上来就是一波广告套餐 但是这游戏非常耗电 不过没关系 我们用的是模拟器 可以看到左边这个点击是可以送广告 右边是一个一美元超值套餐 可以了解一下 游戏还提供了很多皮肤 我们直接翻到最后一页 这里有一个世界上最单纯的老鼠 没错是我本人 点击播放按钮 哦呦,这个世界还挺大的 难道这就是老鼠的视角吗? 根据任务的指引进洞 应该就是前面这个洞穴了 可以看到洞穴里有各种可供生级的建筑 还可以储存食物 不过你以为游戏内容多了点 我就会认为你是一款良心游戏了吗? 真香 搬转搬转搬转 打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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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打 不对啊 我怎么这么快就带入老鼠的角色了 这游戏有毒 而且这搬转也太麻烦了吧 一次只能搬一个 没想到做老鼠也这么累 让我比较在意的就是走上角的属性条了 意思是雪亮、保时度、睡眠 当睡眠值归零会发生什么呢? 啊,我睡着了 广告套餐 行吧,我看就是了 你说你们这些广告 看就看为啥老闪退呢 而且莫名其妙捆绑下载了一堆安装猫 还好用的模拟器 手机肯定经不起这折腾 但不得不说 游戏本体作为一款手机游戏来说 已经是相当精良了 在森林中还有很多其他生物 像这个蜘蛛啊 还有这个猫啊 救命啊 还有经典同款老鼠 哎兄弟 我们失散多年好久不见 哎,你总不理我 简约雅黑款 哇,兄弟你的毛色好憋屈 还有森林之王臭幼 大哥,吃坚果 本来以为是款垃圾有幸 没想到除开广告元素 意外的还挺好玩 由于这个等级机制非常耗时间 部分内容只能留到下期了 我是酷子 喜欢的话记得点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